11月27日凌晨 中国台湾演员高以祥录制综艺《追我吧》时 突然倒地 后因新原姓猝死离世 年仅35岁 12月5日浙江卫视 接受媒体采访还原了事发当天的情况 并宣布《追我吧》永久停播 也向高以祥及家人 粉丝道歉 对不起 我们没能守护住最好的以祥 对于网友要求公开的 在采访中 浙江卫视负责人还原了事发具体情况 并且时间精确到秒 1点26分开始赛道录制 1点30分52秒 高以祥堂导导演 随即呼叫救护车倒地后 1分46秒 医护人员进行抢救急救20多分钟 送往医院全力抢救两小时 最终抢救无效 浙江卫视表示会永久停播《追我吧》节目 采访中还回应 现场配备宁波急救中心的两辆救护车 三名专业医护人员和两名救护车驾驶员 救护车上配备专业急救设备 包括除战计在抢救中有使用 网友一直称浙江卫视 欠高以祥一个道歉 浙江卫视表示对不起以祥 对不起高爸爸高妈妈 对不起所有爱以祥的人 稍后浙江卫视也在微博公开致歉 对不起 我们没能守护住最好的以祥 所有的痛与愧 爱与念都化作一句 以祥 一路走好 同时追我把节目永久停播 浙江卫视的致歉网友却没有买账 还有许多网友喊话公开视频 浙江卫视导演 微博名称为奔跑的马蹄尔发文称 有些人宁可相信所谓坊间留言 也不愿相信官方发言 怒斥网友于明心里阴暗看不得别人好 是叫嚷着要公布视频的疯子 说自己的同事们每天自责 到吃安眠药都睡不着 至于要求公开视频的网友 则没有考虑到高以祥家人的感受 没有人愿意将亲人逝去前的视频公开 给几亿人看 随后该导演删除了这条微博 最新博文是果然说什么都没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